游客艺人一储用力倒小米准备做小米尿 也体验制作邹族人上山打猎所准备的猎人饭包 用黑棕学做鱼猎的捕鱼工具鱼泉 并制作个人专属的竹杯 让游客体验邹族传统的鱼猎文化 木就它很重 所以你要倒的时候需要一点技巧跟技术 所以满头大汗 那个猎人包 它里面就是有包肉还蛮好吃的 对 还可以体验一些就是有当地特色的料理 猎人包超级好吃 所以体验完以后千万不要错过 一定要来这边边体验边吃这边的美食 浸泡过的糯米 然后我们包装的材料是使用雪铜叶 还有台湾黑棕下去做处理 来到有着旺幽谷美名的阿里山达南一谷 仿佛走入宫崎骏动画中的优美山林 这里是周族人的圣地 也是顾鱼的故乡 族人以故事的喜源概念 发祥的鱼猎基地 带领游客体验周族的生活与文化 石器是用我们的马祖做的 就是做成网 还有筷子 那建筑是用做我们的那个鱼叉 古时候的鱼叉 就是用来赤鱼用的 山山 基本上我们都要走好几个小时 但是如果说你这样直接倒猎场的话 会很累 所以我们族人都会在快倒猎场的那个部分 会在一个小小的中继上就是所谓的猎疗 来这边享受大自然 可以看到我们这边的一个自然生态 那因为我们的保育其实跟我们过去的鱼猎跟传统 其实是息息相关的 在后疫情时代 游客不放来一场忘忧小旅行 放慢脚步 深入体验部罗之美 新唐亚太电视 张金钟方雅贤 台湾嘉义采访报道